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 思想圣经之药 约恩福音第十六章 主赐四礼 耶稣即将离开世界 而耶稣给门徒四个生命的大礼 面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危机 上帝给我们四份礼物 第一份是圣灵 人不认识父 甚至要杀门徒 而无人往问 主往哪里去 而耶稣去 是对我们有益的 因为他去要差遣 真理的圣灵保惠师来 保惠师叫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在悔改当中与神相遇 人今日无法领受上帝的话语 但将来我们要想起神的话 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神给我们第一份大礼 是我们要领受圣灵 第二 是我们要得着喜乐 门徒在当时不得见主 要痛哭哀嚎 但是我们看到在主里头才有真实的平安 因为主胜过世界了 我们要得着喜乐 平安 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要给我们启示 如今神耶稣是明说 不用比喻 因为明明的告诉门徒 将付指示给门徒 并且第四个 是给我们祷告的权柄 因为知道主 凡事知道 主从天赋而来 因此我们向主求的就必得着 叫我们喜乐可以满足 主从赋来 而耶稣离世 要往赋那里去 而耶稣给我们祷告 必蒙应允的权柄 何等的美好 今天我们面对不同的危机 但上帝应许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喜乐充满 让我们得着神的启示 祷告的权柄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 让我们在末日危机中 领受圣灵的大能 喜乐的恩高 神的启示 祷告的权柄 奉耶稣的名 阿们